各位粉絲,各位專輯公共臨時,大會主任,民意體系,賢采人,各位呼嚕人業,教友嘉賓,社團代表,各位來賓,老子們,同學們,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謝,各位熱心人士,秋公出席今晚的晚宴,維三國立堂都征服成,既身高原化公理堂的啟用,既完成大家的落成,做個見證 本校創辦於1930年,日本春唯一的華文小節,近年來,交代水里一代發展迅速,尤其是宋愛隆對王冠城的建築,使到人口繼續增加,而別人人數也比較增加 本校發展迅速,本校發展迅速,結成人數有3600多人,而結成主要是來自,少賴哲理新春,天山元,醉嶺正,美嘉花元,尊愛隆,王冠城,去附近其他的資材集, 對於日益增加的X人數,校方就一直面對教育不公,也被引起這次嚴重宣發的問題 說到這裡,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而故事就從一張照片開始 啊,有看到照片嗎? 那時,學校正位,大建市場的那座樓啊,就是對面那座樓,那座樓完工 啊,我們要上那座樓的時候,那個Camping,就在這個地方,建了一個蜆肉的,啊,這個建築物,拿來做,市場 而那座樓,三層樓建好了之後,這個零食的,市場,就必須要拆除,拿那個建築商才能夠,啊,完成它的工作 啊,就在決定拆除的錢幣,發生了一些令我,對我來做非常衝擊的大事 啊,我們歡迎本期,啊,周一元王天志,啊,鄧麗玲,啊,大家組長歡迎 當時,王思源校長跟我說了一段話,我還記得 當時,王思源校長聽說,這個Camping要拆除,記得,啊,差不多要流出眼淚了 他對我說,Mr. Lim啊,可以不可以把那個,呃,零食的Camping不要拆,因為小孩子沒有地方拆退,沒有地方擴充 我就,非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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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反送 原來,我們的學校,真的,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們的孩子擴充 這麼多年啊,學校一直在發展,聽說明一共的教育的意見落實而已 但我們仍然停留在現場應期這次,這被選擇的學校 好,現在我們仍然要讓三千多位學生,在那個零食的房子下面做活動 我真的,疑心不忍啊,因為,再窮也不能夠窮教育 好,我們的黃校長還在這邊,我們講起這段話,他還是有感受 在董事會上,我們提議,在這個連教伺賀院的,啊,有製作建築物伺賀院的設計中 籌備建一個這樣大的禮堂,使學生有更舒適的空間,進行更加有益進行的活動 可是,自從當時,加賴十一里大街的商業貨送,已經十分通過 而我們,戰前文臣學校也有的旧,旧地段啊,啊,也可以加以發展 要建立三千店,來出租,啊,我們建議,那個,樓的名字叫文臣大廟 租金,我們是希望,可以拿來養,儀壽就養這間學校 那時候,我們就在這兩個發展中,反覆承受 基本上,要籌款發展一個項目,已經不容易了 而發果人,那時候,要決定,同時發展兩個項目 在這裏,我要順便,我們的董事,李治先生 他在會議當中,別怕,做兩個就做兩個吧 在這裏 好,這是一個構成,因為沒有人敢出的 建兩個要兩百萬 在他的鼓勵下,我們採訪發出第一步 這也為本校未來的發展 發生了明確的目標 一個建委會做兩個建築計畫 好,大家給建委會一個鼓勵的產生 那一次的建委會會之後 在前進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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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法 還有我,去拜訪的單自立正部成,以尋求單自立的支持 而坦慨的單自立,在他不如意的情況下 大應捐助本校禮堂替文成大家的地藏的市民圖嘴尼 還有文成大家所有的市民圖和雙塊 我們非常感謝三司令 因為這樣坦慨的體重 謝謝為我們建委會 注入了一個強勁去 好,謝謝你,三司令 接住了 建委會也 得感謝 負水層全身為首的負氏家庭 負氏家庭 負氏家庭 答應以他們的負氏 負偉堂的名義 先建其中一些建戶的所有建築會 而建築而來的好消息 成了建委會繼續前進的動力 而建築工程完畢後 多元化禮堂 我們就命名為 當自立正負城 其身禮堂 而文成大家其中一間的建物 就命名為 負偉堂家庭 家住住邪樓 我們給他們這兩位 散場人工 一個感謝的主場 建委會在任務三年 因此 像今天這樣 那周2003年 我們就把這個 禮堂建好了 就舉辦一個千人院籌款 而當年的籌款 县委会刚晚筹了110万 这两项建筑总共耗尽了200万元 县委会除了完成了两个重大的建筑项目之外 同时也在学校内大量一些高原化化工室 就是我们这间乒乓和养粹的地方 邻乙层 披乙层 这部分家里的走廊 还有提升 建筑的厕所等等小工程 这两个主要的建筑项目能够顺利完成 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建筑他们 这辉煌 雄壮 我们要感觉的人太多了 好14年的建筑过程中 建委会在窃少建筑费的情况下 曾经向交赖司礼 华小家教协会 借了30万 以建筑建筑费 在此 建委会向交赖司礼家教协会 至上无限的感激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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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是 好 谢谢你 而建委会也承诺 好 当初建筑的热心人士 我们将主办今晚 参加了成后 我们已经从出租电务中 收集了两年超过马币 50万元的赎金 建委会除了已经收货的赎金 付清了所有的建筑费 我们也粉刷全销的销售 如今 大家看到这泛满一心的销售 就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有了设计完善的设备 学生也在各方面的表现 获得提升 短短10年 校外十一米瓦角 已经成为本机翼 无论在结束 成绩或社外活动 表现最佳的学校 好 我们有很多全国冠军 学朗额冠军 现冠军都不用讲 还有七个比赛 也是很多 我们李 李 领先了 应该有整十年了 在不如等级 最多七个年的警长 除此以外 本校这几年 一共也举办了 各式各样的活动 只剩一体认识 我们曾在2003年 联合地方社团 雪州 南球准冲准会 就在这个礼堂 联办了 以堂空前的马来西亚 演手的金标带 甚至当时我国演手 玻璃书三天下 也出去听开幕 当时的发动 轰动前马 请给轰动一个感受 我们的演手也来到这个礼堂 很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沿岸本校的基本证则已经大事完成 未来董事部可以做证则 我们要卖向更前进的证则前进 后期不久的将来 要来十一里划小将迎来做大名的 室内冷戏礼堂 也不一定哦 只要大家一心的支持 为了华人交易 为了我们的爱情 之后种种的发展 就得靠大家一心的支持 如果本教如 一个人生的里程碑 那十年后 交赖十一里滑小 会有如何的发展呢 我们就日目以赛吧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平安 喜乐 晚安 谢谢女朋友们介绍 接下来我们邀请 丘焕智女国民及华文学校 佳姐鼓劇 请国荣接受 顺凯姆思 感谢欢迎请国荣接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